你这样你给我个机会啊 你看看我的诚意 好不好 可是我并不想了解 周晏天 小万 你在干吗呢 我和孟小姐在聊聊工作的事 莫菲 你想干吗 她是我男朋友 那麻烦你管好你的男朋友 说什么呢 小万 我还没说完话呢 你着急走什么呀 陈总 好久不见 潘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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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定制了礼服 陈的男孩满意吧 我跟我太太是相当满意 熊英老师一出手 那真是不同凡响啊 以后陈总多多指教 哪里哪里 以后我女儿的婚纱 还要你费心了 好说 好说 来 来 来 对�� 也不是 你这有什么 没事啊 包包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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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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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介绍 莫菲 好 好 朱总 刚刚接手海耀 就对国内的服装市场这么了解 真是厉害 小总监 你过欲了 对了 今天正好碰到有个事 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李师傅绣坊那件事情 和我真的没有关系 我希望你不要对我产生误会 这个我心里清楚的 现在绣坊那边的事情呢 已经是我在负责了 是吗 那太好了 绣坊那边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我肯定会帮你 那我先谢谢朱总监 夏总监从来都这么客气 我一直知道夏总监是个 很有格局的人 今天呢我也想敞来新辈的 跟你聊一聊 虽然说我们海耀呢 在这个市场营销管理这边呢 在全国是领先的 但是说白了呀 我也有痛苦的地方 我们的设计师团队呀 太魔朵了 说白了就是全人才 所以借今天这个机会 能不能请夏总监帮我 有些好的建议和推荐啊 朱总你说的这个设计师团队啊 恰好也是我们明远集团 最看重的部分 我们呢跟全国十几家 服装类的高校 都有深度的合作 他们每年会把最优秀的学生 优先的推荐给我们 厉害厉害 当然了 我们也会对这些学校 给予资金上的奖励 厉害 对了 你看那个女孩 她叫莫菲 她刚刚参加完我们 明远时尚的 时尚中国风 名字上虽然差了一些 但是在网上热度还挺高的 时尚圈子内都很看好她 还有每日时尚的吴总 因为她特意破格了 把她比赛作品放在网上预售 她看着这么文文静静的 没想到还是这么厉害的设计师啊 现在我觉得好像有点对她 很感兴趣了 那我就带朱总领见一下 好啊 杨卫 我那边还有事 先试陪了 好 好 阿老师 莫菲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海耀集团的董事长 朱海天先生 你好 幸亏 莫菲 你跟朱总之前应该认识吧 之前见过一次 但不是一路人也不用再认识了 我和莫小姐呢 有点小误会 那现在认识了都是自己人 这样吧 我真是给你道个歉 自罚一辈 自罚一辈 既然您都觉得是误会 为什么还自罚一辈呢 莫小姐不愧是艺术家啊 脾气好冲啊 快人快语 不给人留情面 不感动 莫菲 我知道 你跟朱总之前有一些小小的误会 那今天我们既然都在这儿 有一句话叫冤家一解不一解 那都是过去的事 就算了吧 而且朱总非常地赏识你 他很希望你能去海耀 成为他们的签约设计师呢 谢谢夏总监的好意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设计师 不敢高发海耀 莫小姐 我是诚心诚意地想要请你进入海耀 这样 关于这个签约的条件 你随便开 那我也诚心诚意地告诉您 我不会去的 不好意思啊 朱总 其实莫菲呢 他马上就去法国进修服装设计了 当然了 这不排除他回国之后 你们还有合作的可能 不是吗 这么厉害啊 那 恭喜了莫小姐 那就等你学成归来以后 海耀大门 永远向你敞开 我更不会去的 对了 莫菲 笑愚应该来了吧 我们去看看 好 不好意思 试试一下 朱总 不好意思 我也试陪一下 来 来 莫小姐 莫小姐 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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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么着急走啊 要不 我送给呀 谢谢 我自己可以回家 很方便的 坐我车还安全一点 路上咱们可以聊聊合作签约的事 我对海耀一点兴趣都没有 您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莫小姐 你不能上来就把人举直千里之外啊 人与人之间的 是有了解的过程 你这样你给我个机会啊 你看看我的诚意好不好 可是我并不想了解 周小姐 小万 你在干吗呢 我和莫小姐在聊聊工作的事 莫菲 你想干吗 她是我男朋友 那麻烦你管好你的男朋友 说什么呢 小万 我还没说话呢 你着急走什么呀 那你说吧 我听着 是不是哪儿都有你 没完没了的是吧 不是 小万 你别回闹了 我那儿腾工作 你还听着 喂 莫小姐 不好意思 我送你吧 莫小姐 回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回头什么回头 你真有意思 之前说了帮我报仇 现在又在这里谈要签她 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懂什么呀 我在里面聊签音乐 你生什么气呀 你想 我要把她欠到海耀 她是不是就海耀员工了 到时候你想怎么欺负 怎么欺负她 不是随你一遍吗 你真这么想的 当然了 我怎么看不像是 你刚刚看她的眼神 分明就是有问题 你有病吧 你发什么疯啊 我发疯 我看是你心虚吧 朱海天 这边门口 别闹你 小总监 谢谢你啊 小总监 谢谢你啊 这有什么的 你现在是新人设计师 还不算入行 我给你提个建议啊 从职业的前景来看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得罪 太多行业的老板 可是我就是看不惯她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的作品被每日时尚选上了 是吗 可是我好像没有资格 参加每日时尚的竞选 每日时尚的吴总 确实反映过这个问题 但是明轩坚持在每日时尚 用你的作品 因为这个事情 吴总还有一点小小的不满呢 不过没关系啊 我觉得你还是很有才华的 但是有时候 光有才华是没有用的 还是得靠运气 我不是靠运气的设计师 靠运气怎么了 很多人还求之不得呢 你现在是越来越不懂事了真的 你姐姐都胡闹 我胡闹 朱海天 你要是真替我着想 你就应该当着羞辱莫菲一顿 而且那么多设计师 你为什么要牵她 她那点才华 算个屁啊她 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我看上她 你是不是每天 穿个人鞋走台步走的 把脑袋走坏了 好了 我还告诉你 莫菲就是很有才华 她不是个屁 你知道现在中国风有多流行吗 用不了多久 整个市场都会被中国风占据的 现在找一个真正懂中国风的设计师有多难 你知道吗 连夏总监都非常看好莫菲 我为什么不签呢 否则我这么大一老板 我会搭理一个市场新人 朱海天 我告诉你 你不用告诉我 我来告诉你吧 莫菲是李师傅的徒弟 这个李师傅铁定是不搭理我了 我海耀公司要想发展这个中国风的设计 我就必须欠下莫菲 可我跟她有仇 当年就是当汉我被退学的 也是当汉我被改办改筑 这样的人 你告诉我你要欠她 你现在到底还有没有我 小曼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能不能把个人音乐先放到一边去 公司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生意你知道吗 我不管 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 那你在乎我了吗 你以为公司发展交响了吗 公司没有发展 你还买什么包了 买什么衣服还是旅游 你和西北风景吧你 我累一天了我不想跟你吵了 总之 莫菲我签订了 这件事你最好想通了 如果你想不通 那随便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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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蓝 帮你 漫漫 你在哪儿啊 我找不到你 妈妈 你把我拉黑了 我没办法 只能买一个新的号码 你不要不理我行不行 我好想你 我是不是有钱了 你就能回到我身边 这位我帮你 心里 因为我们一起订阅